很多人在庙会活动,都会看到官僵手,八家将,脸谱化得凶猛无比,白起镇是更是霸气十足,除了传统上是捉拿恶鬼的守护神,就连一般人看了也会敬畏三分,不过日前有名官僵手,温馨拿奶瓶喂养孩子的照片被疯传,让网友看了觉得超温馨,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这名官僵手竟然异于常人,惊呼,仔细看,有神迹,有网友在脸书社团,报废公社,PO出一张照片,笑说,今日看到最暖的官僵手爸爸,原来是一名官僵手,趁着休息时间,到旁边拿着奶瓶,亲自喂自己的孩子,让网友看了都直呼,根本台式暖男,本日最温馨,看了好亲切窝,台台的温柔, 结果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这张照片超有问题,图片来源,脸书社团,报废公社,夏童,有网友发现,这名官僵手的姿势,竟然是,一只脚半蹲在地上,这种高难度姿势为奶让所有人看傻眼,纷纷惊呼, 这个腿力,腰力太强了吧,这是神迹出现吗,怎么可能有这种姿势,这个下盘好稳,太强了,还可以翘脚,神扯,太扯,大大你肌肉很强窝,不过原来真像是 照片引起讨论后,原PO出面解释,其实当时他有座椅子啦,只是因为角度问题,才会看起来好像半蹲服在半空中,这才让网友松一口气,小编刚开始也以为真的是半蹲在喂奶,原来是这样啊,快分享出去,给大家看看这, 各神奇的照片吧,服装女照片,本称,是的,发源于台湾北部,后城的一种,据说由首先开创,而创始人是由已故的黄秋水先生所创立,常因一般媒体报道,民众,学界,公家单位的席烟不查,而被误认成急阵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